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想找一个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 然后用尽自己的一生去对待自己相爱的那个人 现如今很多的人都会选择散婚 婚后才觉得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在一起 所以要想知道夫妻在一起和不合适 关灯做完才见分晓 一 洗漱完一起躺在床上聊天 我们都知道现如今是经济社会 很多夫妻在结构婚之后 整天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工作上 极少有时间去和自己的另一半说话谈心 所以要想知道夫妻二人在一起合不合适 就可以通过他们两个人每天晚上关灯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两个人婚后生活过得很幸福时 那么这对夫妻他们就会每天晚上洗漱完之后 躺在床上和对方聊一些白天所发生的事情 有的时候还会去责怪对方 其实我们都知道 之所以会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对方身上 就可以看得出这对夫妻感情很好 他们之所以通过这种方法 是想让对方能够多一点时间陪伴自己 随后两个人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 慢慢的两个人就搂着对方 在那一刻的幸福时光 只有他们两个人值得拥有 啊 紧接着做一些夫妻二人应该做的事 不管夫妻二人年纪有多大 只要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有当初的那份感情所在 那么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和对方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他们永远都是最自私的 之所以会让他们变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在他们心里认为对方是真的很重要 所以自然而然的两个人就会相拥在一起 慢慢的他们就会有一系列的前戏 我们都知道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们的欲望都是强烈的 所以在做房事的时候 如果对方不能够满足自己 那么就只能说明他们两个人的性生活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两个人婚姻过得美满的时候 他们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满足自己的另一半 总是会在做房事的时候变换的姿势 之后在他们完事之后 他们就会抱着对方安然的去入睡 可是如果当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好时 他们也会顺顺利利的把性需要解决完 然后两个人背对着背去睡觉 像这对夫妻 我们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 他们之间除了性需要 再也没有了夫妻感情 就像我们常说的 有幸无爱的生活 三 事后探讨有何感想 大多数的夫妻 他们都会在双方解决完以后 抱着对方去讨论一下刚才的过程 如果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说另一半 哪方面做得不到位 或者是力度过猛等等之类的话语 那么就能够看出这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做完房事之后 两个人的身体也都比较疲惫 有的时候会情不自禁的在事后拍拍屁股睡觉 从来不会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可是当一对夫妻二人之间的性生活 过得很频繁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乐意的和对方探讨一下自己心中的感受 并且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然后慢慢的回想起刚才所发生的激情事情 渐渐的在对方的拥抱之下 很快的就进入了梦乡 可是如果当一对夫妻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早都已经淡化了 他们之间除了性没别的 所以他们在解决过生理需要后 自己一个人默默的睡觉 根本就不会再和对方多说一句话 所以要想知道一对夫妻 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 信不信服 就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点去判断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对你全心全意好的人 那么你一定要懂得珍惜这份来自不易的感情 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帅哥美女千千万万 能够碰到一个和自己合得来的人真的不容易 且行且珍惜